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星星 在我们农村常听老娘人说 祖坟上冒清烟 有这么一说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跟着我了解一下吧 奶奶 吃饭了吧 吃饭了 快没吃啊 嗯 点碗啊 哦 碗啊 捏着 捏着捏着捏着呢 七十九了 这几个孩子呢 六个的 六个 中一个了 几个二 几个姑娘 还有三个二 两个姑娘 哦 奶奶 我听说 你什么祖坟上什么冒清烟 有这么一说呗 这是老去一说 啊 祖坟上冒清烟 出大关 什么意思 祖坟上冒清烟 什么大关 出大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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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祖坟上冒清烟 出大关是吧 丹丹 嗯 你说有做关的 祖坟上冒清烟了 哦 还有这么一说的啊 对 要是说哪个家庭呢 又做有大网的啦 就让一说 老板的祖坟上冒清烟了 对对 是吧 这样说吧 这叫老本话 老本话 这是理性 这是理性话 这是理性话是吧 嗯 哦 它是自己的材费 自己的材费 你不是 你做官有文化有吗 哦 哦 奶奶你说的 你要做官的有文化 有能力是吧 对对 这跟这个祖坟上冒清烟没关系啊 对对 是吧 是的 奶奶 嗯 这都是理性啊 什么就是 嗯 这是从老本来穿下来的吧 对 这是大事啊 祖坟上冒清烟了 其实你的转大罐的也对不说 你真是说 那你真是 你真是 这都是考自己的 真的考自己 对 考自己没有这个论 自己的论 还是考自己的本事 对 你没那个本事也不建议 你没这个本事也不建议 对 你管消肆 你管天天 什么 什么叫田一箱天天 是非得啊 是吧 你管消肆的 通过了解呢 大娘说了 祖坟上冒清烟呢 就是家里出大罐 大娘还说了 这是老一辈传下了迷信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